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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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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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二个就是没有发射行穿线的一个交叉路口 汽车行进交叉路口 亦有行人站立于路口处 亦穿越道路或行人已进入路口时 汽车应立即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路口 如不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而想先通过路口 即应即发 然后第三个行人披露倒是行人无法及时完全通过路口的时候 再提供他暂停的一个安全空间 他的功能是提供行人防护并不是判断TG车是否停上行人的一个依据 那以防行人通过交叉路口都要四季通过 那希望也是基于这一次的一个 有一个指法标准的一个讨论的一个修正能够重建汽机车 让行人优先通过的一个行车秩序 对 因为这个行人啊比较弱势的部分 尤其像最近有个条文修正就是讲说 如果汽机车不理让行人的话 他有个法则的修正对不对 对对对对 这些提款哦 会有提高所谓的法则的修正哦 那这部分也请组长跟大家讲一下 到底现在目前修正的话会罚多少钱 那这个是其实交通部在之前的话 他就在每年检讨我们的一个七七交通事故的时候 就发觉到其实行人的交通事故 尤其是死亡A1的一个比例也算很高 所以之前的话就已经有在注意一个行人的一个安全问题 所以我们之前都一直在宣导 车辆慢看停 新人停看厅 已经有在针对路口的一个安全 就已经有去年度开始已经在一个加重宣导 所以他在今年3月31号起 施行有一个修正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统一彩法一个基准表 基准表里面就针对汽机车为离让行人加重裁法 从3月31号上路开始实行 那在保护行人跟弱势用路人顾困 我也是念一下 他第一个就是他在这个是主要在 主要条例44条2项跟48条2项里面的规定 去机车行经行人穿越到 或转弯的时候 为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 那大型车从以前的罚款是2800块 提高到3600块 那小型车的话从以前的2000块的一个罚款 提高到3600块 那机车的话还是要维持1200块的一个处罚 那对于一个弱势的用路人 他在第3线跟48条第三项里面有规定 汽机车会暂停让 携带白手杖或倒忙前的事葬者 先行通过的一个处罚 这就是一个弱势的用路人 那在大型车的话 原本罚4500块就罚比较高了 那现在又再提高到7200块 那小型车的话本来是划3600块 又提高到4800块 那小型车的话 那机车的话 一样是维持2400块的一个处罚 对就是说 让大家知道一个 目前有提高罚缓的部分 如果没有离让行人的话 汽机车有加重处罚 尤其针对于那种 包含像是市葬朋友 拿白手杖或导盲犬的市葬朋友 又更要保护他们 所以罚则又比一般的行人来得高 对 这部份是提起大家 如果记不住罚缓也没关系 主要就是跟大家讲说 提高罚缓了 对 处罚的部分有提高 那详细的金额的话 大家也可以上相关的这个 网站来去查询 我们的警局 或者是我们的交通部等等 都有相关的一个罚则 可以查询得到 那这边有几个案例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即使讲说 这罚则提高 那为什么要罚则提高 其实就是说 有很多的情况之下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那这个案例是发生在 5月15号的时候 在台北松山区的 岩寿街这边 有一个网友 就是上网报文说 他看到这个情形 怕到 就是说 有一个小朋友 飞奔要过斑马线 那对象来车疑似 就是车速也不慢 瞬间就把小朋友撞飞了 那后来呢 就是网友就纷纷就说 其实有时候看到斑马线 也不是一定要注意到 不是说斑马线 就是一定要冲 有时候还是要小心 有时候我们的车辆 也是反应不及 尤其很多的学区 小朋友下课 那可能会看到家长 想说赶快去 让爸爸妈妈再回家等等 就有可能会 没有看左右来车 就会有通过路口的状况 那这时候如果驾驶朋友 来不及刹车 可能就会撞上 对 因为其实小朋友 他的心智 没有很发展的完全 所以 他的事例 也不像我们大人 那么周密 所以 他们就是很直接的 就像主任讲的 而且他看着爸爸妈妈 就想要冲过去 给爸爸妈妈再 就直接冲过去 那 这也回归到之前 我都有来 也是有提醒各位听众朋友 路口就是要减速 其实 会有斑马线就是一定有路口 对 当你到达一个路口的时候 不管有没有斑马线 我是建议各位驾驶人 都是减速慢行 尤其到 除了行人之外 其实 你的对象 还有是 你的交叉的一个道路 是不是会有 其实很难预料 如果能够减速的话 来做应律是最好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案例是 发生在5月10号 应该是龙潭 桃源的龙潭 龙潭区 北龙路跟公园路口 那有一辆小轿车 他从北龙路 右转公园路 在斑马线前 没有理让行人 结果直接把行人撞翻了 结果好在这个行人被撞之后 是还可以自己站起来 没有大碍 结果最傻眼的是说 行人被撞了之后 这个轿车的驾驶朋友 就是在车上跟这个行人道歉 结果他自己跑走了 你知道吗 行人自己跑走了 所以那个驾驶自己跑走了 驾驶自己 他说已经在车上道歉了 结果 行人拍拍衣服 就感觉好像是可以直接离开现场 结果 这个最后行人拍拍衣服 直接离开现场 留下不知所措的驾驶 最后回到车上继续行驶 那这个部分的话 那个警局是说没有接到相关的bug 是有检举人有影片 可能旁边有一些热心的民众有影片 那进行举发 那所以这个小客车就是为离让行人 那呼吁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所以这个部分如果说像这个今天 像这个部分是说这个小行车撞到行人 结果这个行人感觉可能感觉也没啥可能就走了 那这个部分到底 这个部分那个驾驶也会被罚钱就对了 其实现在因为讲真 一直以来我们对新人都没有那么离让 让其实让新人 让我们一般的民众会去吸引一场是说 认为说反正撞到也没什么 但是更深一层就是以现在的标准来讲 我们都认为说汽车要离让新人 你撞到他更是不应该 而且以这个案件来讲的话 我还是建议汽车驾驶当时候应该要报案 要报案一下 对 保护自己啦 对对对他是在保护自己 可是如果有新人跑走了 放到那个新人 我还是建议他去备案 因为有时候你当你抓到他的时候 你不知道他有没有受伤 对啊 而且他时候去警察警报案说他受伤了 你肇事逃逸 受伤的肇事逃逸是属于公诉罪的 你到时候要被送法院 这个跟大家提醒一下 大陆上有发生交通事故 不管大大小小 希望都是希望大家都要报警 报案一下 讲真的我们希望案件不要那么多 但是这是为了保护个子的一个潜力 对对对对 所以还是建议还是要报警 那当然也许你会被被受处罪 那我是觉得总比你到时候 后来又被告还比较好 对 这是应该你本来就应该要接受的一个处罪 对 还是希望大家要力量行人 尽量是不要发生这种意外 对对对 不要发生这种意外 好 那再来看到的是5月11号 在台中南屯区文兴南路 文兴南西路这边 有一辆白色轿车呢 无视行人在斑马线上过马路 结果呢 方向盘一直打直接加速左转 好在民众反应快 即使往后闪避才没发生车祸 就是说没撞到啦 那事后民众真的很生气而报警 可是警方呢 表示因为没有人伤亡 不能随意调阅 因为路口的监视器 好在呢是附近社区大楼 有监视画面 顺利的查到车牌 才顺利的签取 所以现在其实 路口有的时候没有监视器 可是附近也许商家 或者是大楼有监视器 还是会把你抓出来喔 对对 现在监视器很多啊 对 到处都是监视器 其实一般除了警察之外 民众的监视器更重要 因为讲真的 我们警察警能够设置的监视器 其实还是有限的 因为路口那么多 对对对 我们要全部都设置 大部署 各个民众 如果有需要 你们自己设置 会比较 适合你的需要啦 因为角度 你可以自己挑 你要的角度嘛 可以照你家 可以把你家的内外 保护你自己 也保护别人 就居家的部分 居家的部分 可是像这种 发生在外面 可能就是需要附近 热心的民众 嗯 可能路口的商家什么的 可能有戏到 当然我们还是可以 所以如果在路口监视器 我们还是会调月 来做一个理性的一个动作 对 那其实这个案例 跟上上一个案例 主持人都讲到 是一个转弯嘛 转弯的地方 像我们上次就是之前提到的 台南那个孕妇的案例也是一样 它也是一个转弯的路口 所以其实 针对器械车在行进转弯路口的时候 很多驾驶人 发生交通事故 他都会说 是A柱挡道啊 挡住我的视线啊 当然其实 本身我也有开车 A柱确实会挡到我们的视线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驾驶到达路口的时候 减速慢行 还是那句话 减速慢行 你就慢慢开 把A柱挡到视线的地方 已经避过去了 已经看得清楚了 你再来快速通过 这的话 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 必定之道 好 那有一个新闻 跟大家讲一下 我觉得 这个新闻 又有点复杂 它是发生在新店 它是有一个A1的车祸 而且 我觉得当中 要请组长跟大家理清一下 因为他是一个物流司机 一个张姓的物流司机 驾驶朋友 他第一个 将车辆围停在 三段红线上面 就是有黑暗算 然后 因为他想赶快卸货 他可能有 时间压力 还是怎么样 他就赶快卸货 那结果呢 卸完货之后 走回驾驶座 打开车门 结果后边 有一名 机车骑士 直接撞到他 直接撞到他 结果 现场就是 呃 就是触目惊心 又血流很多 结果呢 呃 消防人员到场 把这个驾驶 张姓驾驶 帮他送医 结果还是 没救回来 那 欸 这起交通事故呢 因为他 他是怎样呢 因为他里面后面有一个 新闻的一个补充 他说 这个 这个驾驶 就是说这个货车驾驶 因为他要卸货嘛 所以他的货物 一定是对 那个货车 后车厢那边开嘛 啊结果他就是把 后车的 后车厢的车门关上之后 他背对车流 就是说 他可能没看到 后边有车没有 背对车流 要走回驾驶座 才刚车 才刚要开车门的时候 就遭到后面的 一个机车骑士 整个人弄下去了 可能完全没捡住 直接就撞上去了 所以才会发生 这种遗憾的事情 可是 我觉得 欸 从这个新闻看起来 其实我们看到好像 第一个就是有 围庭的状况 那第二个就是 他可能在走的时候 他可能就背对车流 所以也没发现说 后边有 自动驾驶来 那再来就是 机车的部分 他是不是没有看到呢 还是怎么样 都直接撞上去了 这边是不是 主长跟大家 那这个案件 其实听主持人这样讲的话 其实当然 第一个还是主持人讲的 就是他的车辆围庭 因为他停在红线 对对对 因为其实一个马路上 他那边画红线 就是一定有他的原因 然后尤其 一般以我们的物流业来讲 他们在卸货 他们装货的货车 都是属于比较大型的 大型车 对所以 本来我们 画红线 连小型车都不能停的 会让你停大型车 对于交通的阻碍一定是更大 那对用路人的危险 也一定会更大 那 最后它是一辆机车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 机车都 骑在外车 车道的外车 或是说 慢车道 那他停的位置 就刚好就是 机车行驶的 一个路线上面 所以对机车来讲 是很危险的 但是这完全 其实也很常发生 那一般我们 都会跟 那个物有司机讲说 其实你在卸货 最好最好 是说 你在卸货的时候 你如果 迫不得已 真的要这样围停 后面要放一个 类似三角 最后是一个警示的物品 对 或者是说 我们看其实有的大货车 他会在他的后面 尾端 装一个闪灯 类似一个闪烁的那个 闪灯 还是说一般我们 现在都有一个小闪灯 那边 可是白天如果太阳大 白天就比较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有照明的 没有办法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能要请店家 或者是说 你去货 一般现在大概都一个人 很比较不要办法 大部分 要请店家跟你帮忙 后面要看一下 尤其在你离开的时候 对 你要上车离开 所以店家帮你看一下 后面的来车的部分 对 那再归纳到第三个就是 主持人刚刚有讲到 那个 计车骑士 他本身自己的速度问题 他是不是骑太快了 对 还是归结到一个 刚刚讲的 就是速度问题 你骑太快 你要反应 也可能会来不及 因为有时候 我们摩托车在骑 他的时速所行进的距离 有时候是你没办法想象的 你时速60公尺 60公里的时候 你一秒钟是行进 20公尺左右 你会觉得说 也请他车子要开车 所以你速度不减 但是你没有想到 你的速度那么快 然后上车到他车子后端 有时候你要刹车都来不及 对 像我们 我们前两天我还有看到一个新闻 好像是在宜兰那边 对 一个大型车要转到停车场去 结果一个摩托车 那种 撞到他的车车的车边 还有我们现在都有一个黄撞感 对对对对 安全帽整个卡在那边 不知道组织有没有看到 哇 他整个人头卡在那边 还有他那点安全帽 够坚固 够坚固 保护他的头 不然那点安全帽 我听说是一万多块 所以好险是人有 对对对对 人没事 人没事他有戴安全帽 所以 刚好安全帽卡在那个架子上面 所以 这个也是要跟大家讲 慎选安全帽 如果说今天要戴西瓜皮 可能人就 就很危险了 对对 就跟这件的状况大概一样 反正是 Program 啊学校 因为完全没保护力 那个状况有可能你看 有可能其实我们摩拘车的 Universal 然後啊 車的朋友應該都知道 我們其實如果順順的騎就是 這樣騎騎騎騎騎騎 如果說 欸 前面有車 我們一定是往 往左偏 往內側 因為要閃那輛那輛車嘛 所以也許是這樣子 是不是因為這個狀況沒有看到 還是香港外跪的 就看到他 沒辦法 沒有辦法直接就撞上去 這是太快了 也許有時候講真的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那個急車急事 他是不是那時候他有分心了 因為其實有時候我們發現很多 機車的一個交通事故 我們沒辦法理解他是怎麼發生的 有時候我們會去推斷說 看到他車輛有手機架 我們會去推斷他是不是有在用手機 這個我們覺得也是事故原因之一 所以像前幾天也有看到一個新聞 有人一面騎車一面用手機的 還有放開雙手用手機的 就在我們家去放開雙手用手機的 是邊騎嗎? 邊騎邊用手機 這樣子怎麼有辦法騎 對 所以我們給他開了一張無險駕駛 那實在很危險喔 對對對 後來時間關閉電台差不多 等一下回到節目現場再繼續訪問 我們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交通組 徐志弘組長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避免秒數不夠不要走 下次再通過 還有喔 千萬不要低頭滑手機 老公 小心 好 你腳踩不撞到 以後我一定要塞腳板耶 對啊 物理讓行人匯罰一千二到三千六百元喔 路口慢看停 行人優先行 快樂聯播網提醒您注意用路的安全 新聞快步 一杯關鍵數表示 當北斗已經建立流行的規制 請家裡有五歲以後 小孩的家長要特別注意 阿姨 妳有聽到嗎 先問說 喔 說特別是家裡 有鑑鑑鑑當北斗的小孩 嘴上要睡 腳手沒力 一直在床 會刷才會當前的鏡頭 要趕快送去便宜治療 喔 欸 阿你剛才回來 那不像洗手 那不 我是不准你抱小孩喔 是 漂亮嗎 以後當北斗要接洗手 以上公告由一百關鍵數提供 老婆 這幾年氣候異常 台灣從去年起就很少下雨 現在缺水很嚴重耶 對呀 政府有公告一些神水器材讓民眾挑選 我們也要養成十大神水好習慣 像用洗菜 洗米水 澆花 沖馬桶 洗澡改成淋浴 用水盆盛水洗菜等等 另外也要檢查家中是否漏水現象喔 對對對 不要小看這些神水小動作 全民一起來做 就可以讓水資源不會白白浪費 快樂聯播網請大家一起結約用水 這是一個最快樂的地方 一切真主在 關心土地咱的愛 這是一個最自由的地方 快樂愛台灣 快樂台灣 無限精彩快樂聯播網 快樂聯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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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外市內鴅 當然我們南部地區缺水 所以下雨 我是覺得 noon OK 希望能夠下多一點雨 因為真的有缺水的狀況 不過就是因為你 gameplay 所以要跟大家 скаж一个 天下雨 而且临时性 现在有些都是那种短短延时强降雨 就是第一时间来就很大 可是下完就没了 就是它来得快去的也快 那尤其在这几天 其实也发布了豪雨特报 尤其在北部啦 桃园新竹等四个县是有 这个豪雨特报苗栗也是 所以我们田中朋友 就是要去北部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 这几天的天气不是很稳定 那有一些比较低洼地区的朋友 一样也要很小心 那其实在下雨的状况之下 像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尤其是机车组的朋友 遇到了下雨 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其实有时看得很惊 就是说哇那车子很多 就不知道下雨下来 大家的惊慌失措 或者是说四处逃窜 这样子在穿雨衣 这好容易发生车祸 尤其那个时段 应该是常常是车祸事故的一个 高峰对不对 有时我们也很怕下雨 其实就像昨天讲的 这样子人会急忙失措 然后一方面又贴你路 然后视线也不好 真的 容易发生车祸事故 而且有时候下雨 你俩打断了 我想穿雨衣的 他就会加速 对 因为他想要赶快回家 回家 对 有时候怕会更慢回家 这就不好了 对对对 所以请大家特别特别小心 那其实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跟行人有关系 那当然行人也是要依照规定来过马路 那我们行人要怎么样依照规定过马路 要走哪里是安全的 行人的部分 我再找一下我的资料 资料很多 其实主持人有先提 所以我有去找一些资料 有关于行人的部分 安全过马路很重要 尤其我们要走该走的地方 要走行川线 要走天桥 要走地下道 当然走这几个路段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如果遇到我们要走的地方 不是在刚好经过路口 那如果那个路口也没有行川线 那我们到底该走哪里 有关行人的部分 其实我用个法条 因为其实我们在道路安全规则里面 第134条 它对行人穿越道路 它有一个很详细的规定 那可能花大家一点时间 就是跟大家念一下 第一个就是在设有行人穿越道 人行天小或是人行地下道者 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 人行天小或人行地下道来做穿越 不得在其100公尺幻圆内穿越道路 就表示你 如果在100公尺幻圆内 上面这三样东西的话 你要利用这三样东西来穿越道路 第二个 未设有前款设施的一个交叉路口 行人穿越道路之范围 应于人行道之延伸线内 未设人行道的时候 而设有停止线者 应于停止线前至路远以内 未设有人行道 设划设停止线者 应于路远延伸线往路段起算三公尺内 第三个是 再禁止穿越跨游分向限制线 设有划分岛或忽然之路段 或三快车道以上之单行道 不得穿越道路 表示那个道路有时候比较大 那一般也是禁止车辆穿越 也是禁止行人穿越的 第四行人穿越道有交通指挥人员指挥 或有灯光耗制指示者 应依交通指挥人员指指挥 或耗制指示前进 无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又无耗制指示者 应小心迅速通过 那行人穿越道设有行人穿越 专专用号制者应依耗制指示 迅速穿越 那没有 卫设第一款的一个行人穿越测试 也没有禁止穿越的路段 穿越道路的时候要注意左右没有来车 迅速穿越这个就 那他在对应上有一个划者 其实一般我们很少 我们最近都讲行人第一行人第一 其实我们也很少去提到说 行人没有遵守上述的这个规定 要罚多少钱 他也是要罚钱的 他也是要罚钱的 不只是说 汽车车不理让行人要罚钱 那行人其实他自己不守规矩 也是应该要罚钱的 所以在大陆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78条里面他就有规定 对于新人在大陆上 有下类的情形会出500块的罚款 是不多啦 但是他是一个 就是一个 算是一个有处罚 那第一个就是 不一标志标线 耗制之指示或警察指挥 第二个不再化射之人行道通行 或无正当理由 在未化射人行道之道路 不靠边东西 第三个不依规定 算是穿越道路 第四个以交通环满 这道路或铁路平价道附近 任力奔跑 追逐稀有或坐卧 敦立 足以妨碍交通 OK 好 这边有一个新闻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刚刚杨姐跟大家说 最近有罚的情形 那分身在今天清晨 大家如果说清晨 有出门在外的话 特别小心 这是发生在今天清晨三点多的时候 在台北市的孤岭街跟福州街交叉路口 它是两辆的计程车的一个碰撞事故 那它两辆车子上面都有载乘客 不过呢 要注意的是 在碰撞当下因为冲击力过大 结果有一台驾驶 有一台小黄司机呢 就滑 就是打滑 结果撞到 正在穿越路口的一个70岁的老阿嬤 结果对方意识不清目前还在医院救治当中 希望这个老太太平安没事 那这个发生的车祸当下呢 因为冲击力道过快 冲击力道非常的大 所以失控打滑 尤其又是天雨路滑的情况之下 所以撞到那个过马路的老太太 哇整个目前的状况是还在医院救治当中 到底有没有酒驾呢 目前也是在做一个 双方九侧只是零 驾驶是不是没酒驾 不过呢 还要理清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所以你看这个状况就是天雨路滑 撞起之后又打滑 又加上又撞到一个穿越路口的70岁的老太太 其实三点多有人三点多都取来运动了吗 好像比较少 比较少 所以你看就又撞到又过马路的老太太 那你看又跟这个行人过马路又有关系 可是这个状况之下不是他故意去撞 是因为发生车祸 那有一台车子打滑之后去撞到 这个情况也是蛮复杂的 其实可是依主先生讲 他这个如果是两车相撞 应该是有一方没有遵守交通规则 对对对 就可能有闯红灯的现象 所以其实还是讲到那句话 我们到路口要减速 你自己守规矩 别人不一定守规矩 是你减速的时候 你能够看到有没有来车 都看就是我们红衣驾驶的观念 我们不要撞别人 但是我们要注意 我们不要让别人撞到 对来避免交通事故的一个发生 对那有一个新闻是讲三宝大妈 三宝大妈 其实有时候三宝不见得是大妈 只是这刚好是这个 这一个影片上传到网络上 让大家在那边讨论 他是一辆轿车呢 行进台中市北屯区一个路口 既然从内侧车道进行右转 进行右转 结果有一名外送员 散避不及直接撞到他 结果当场连人带地呢 连人就是整个人就是搬车就对了 受伤送医 哇到很多网友就在这个拍摄的影片下方 就抨击说真的是三宝驾驶 路上不定时炸弹 所以你看他是不熟悉路吗 怎么会在内侧直接就右转 就又撞到了外送员哦 这个状况之下 可能这是就像主任讲 他可能不熟悉道路 然后可能历史看到他的 要所要转的道路到了 他就找他赶快转 对对对 所以还是会 各位到我刚刚讲的那一句话 不要求快 这个路口过了 你下个路口再玩都还来得及 不要一直的快 结果你看没有注意到 有一些朋友是怎样 他是可能看导航 看导航就导航赶快说 他就直接转了 他都请右转 你的水右转 对对对对 尤其主任讲的 那就是一个 台中北屯 对对对 我们使用导航会有这个现象 因为其实导航他是用GPS 他有时候没有那么准 对对 他告诉你要转的时候 都已经到达路口了 有可能就高达路口了 所以大家也是要稍看 你要去的目的地 稍微要看一下地图 稍微看一下 要注意到 这个导航的部分 千万不要随随便便的就转弯 使用导航其实跟使用手机的概念有点类似 因为有人他是用手机导 那你就是类似使用手机 不要最好是有人帮你看 你要一面开车一面看 其实是很危险 好主长最后20秒 跟大家做一下最后的补充吧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那一句话 接近路口要减速 不管有没有接近路口 就是我们行车速度的话 不要太快了 慢慢的走会 让你乖乖的到家 对 就是路口慢看庭行人停看庭 那其实这个标语 跟大家讲 还是要注意到要 就是到路口我们要慢看庭 要停下来就对了 你就减速慢庭 那一定要离让行人 切记切记 因为我觉得 台湾被冠上行人地狱的这个风暴 真的是不好 可是其实还是遵守规则的驾驶 还是很多人 只是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 那我们的行人也要注意 要走在行人穿越道 天桥或地下道 那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到哦 好今天我们非常谢谢 我们高雄市警局 我们林雅分局交通组的主导 徐志弘组长来到杨洁节节目 谢谢组长 谢谢主持人 也谢谢各位 好感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